恩典365 365天我们今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 格林多书信里面下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我觉得真有意思 我们说格林多教会是保罗很爱的一个教会 但这个教会出了一些状况 保罗写信给他们 一点一点的指出这些问题 问题是什么 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我觉得真好 他不是假装没有问题 我觉得我儿子很好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作为一个牧者看自己的弟兄姊妹 真的好像属灵的孩子一样 有的父母亲看自己的孩子 其实是看不到问题的 觉得我们孩子是很棒 好得不得了 但是保罗很爱格林多教会 当然也就是很爱格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很清楚地看见问题在哪里 而他不只是指出问题在哪里 他也告诉格林多教会那么解答在哪里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 其实对我自己而言 特别是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我发现那是一个好实际又很真实的提醒 保罗提醒说 我们的聚会到底是不是祝福呢 聚会是不是祝福呢 从小到大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 哎呀多去聚会啦 要稳定聚会 不可以停止聚会 当然这是圣经的原则 另外一方面也说 多听听道总是好的吧 总是好的吧 好像没有什么坏处 可是我读这段经文给你听 保罗说我现在吩咐你们的话 不是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 乃是招损 不是受益 没有祝福 乃是招损 就是你会带来坏处 有一些聚会 不但不是为人带来祝福 不是总是好的吧 都听听道总好 不一定哦 有一些聚会 在保罗的这一封书信里面 他提到说 你们用这样的方式 用这样的态度来聚会 其实不但没有祝福 而且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哇 这是多大的一个提醒啊 我去聚会 我相信对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觉得说 啊 我也忙得要命 我忙得 我还要花时间去聚会 去参加小组 哇 我付了这么多代价 当然我是希望能够蒙福 是 我也相信天父的心是要透过我们亲近他得到祝福 可是保罗也提醒 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对 有一些聚会其实对我们反而是招致不好的结果的 读到保罗自己这样讲的一些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很多的被提醒 就是我自己 我从来的教会里面长大 我参加非常多的聚会 但是这些聚会对我而言到底是祝福 这些聚会对我而言会不会对我属灵的生命 反而是一种伤害呢 不但没有祝福 反而是一种伤害呢 你看保罗是非常严正地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对于一个我自己 我也在牧养教会 我也是一个传道人 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传道人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是报喜不报忧 我们就是觉得 啊 弟兄姊妹都很好 弟兄姊妹来聚会就已经很棒了 可是我明明看见教会有一些问题 弟兄姊妹有一些错误的时候 我愿不愿意说真话 指出这些问题呢 其实在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自己很多都被提醒 我在教会牧会二三十年的时间 我常常发现 如果我看到一些问题 我却不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 常常我就任由那些问题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以至于有一天真的不得不处理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难处理了 爱心说诚实话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像好像保罗一样 学这样的功课好吗 我很爱 我爱我的弟兄 我爱我的姊妹 我爱我的教会 但是如果我真的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会在爱心里面愿意说诚实话 即使诚实话有的时候 不讨人喜欢 但是我会不会愿意爱 愿意付那个代价 说诚实话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